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晨 欢迎收看金市策略 今天是8月21日星期一 上周五金市似乎波动挺显著 而且又做了新高 是否有一些讯息给我们 先看看走势 如果看周五金的波动性很大 很明显早段正在升 早段已经在日本开市后 金已经做到当时最低 大约1至8至5 但随着去到欧洲市甚至乎接近美国市开市 金是一直上升 而且第一次已经升穿了这段上升的高位 我记得上星期一直告诉大家 这次是第三段上升 而第三段上升应该双顶回吐 三顶便会穿 但在早一个星期有这么多北韩问题 最高价是到92 结果上星期早段价是下跌的 我记得告诉大家 这其实挺有意思的 因为你怎样可以将一些你所理解的基本面 上周说了很多这些东西 你怎样放入图里 令到你可以理解到 究竟其实金是否一定要升到1300 你怎样可以知道它还有上升潜力 上周的调整是我们要注意的 所谓金正恩防线1261 你怎样看它这转上来 原来它是不能跌穿某些价格的 如果不跌穿的话 短期的上升动力仍然存在 虽然好像星期五是正确 但我反而觉得还有一件事大家要注意 虽然星期五的金上升了1300 但大家看到上升了1300 它一直跌下来 到今早一回来 其实已经下跌1285元 如果再看图形 你会发觉它跌穿星期五或星期四的日落 其实原则上星期五是一个单日转向 因为今早早金最低下跌1280 即比起星期五早段的日落下跌穿5元 这就有趣了 为何有趣呢 如果你认为它因为避险而升 它不应该这么快跌下跌 你记得上星期五 也是再前一个星期五 你发觉也是回到亚洲市开卖才跌 但你发觉上星期五 未到接近美国收市 即是单日美国市是一直跌的 我觉得大家就要理解一件事 变成今个星期怎样做 或今天应该怎样做 就有点意思 为何呢 即是我们不可以因为金升 就多得因为避险而升 因为你看到 星期五的表现不是这个讯号 只是它真的升过上去 所以我反而觉得大家应该要回应一个合理点的看法 就是原来可能会有一个转向而调整 因为始终你只要它穿 你没有说过一定要它一直维持 在穿完之后不让它回头 其实现在它完成了它的条件 所以反而今天大家就要注意 要么是短线 我会建议大家买 因为在价格上是直播率高的 因为它回了已经接近20元 而且大家看到 其实我们上周一直在画几条线 其实它现在还刚刚去到我们一些 重要的分水岭 大约是1281和1275这些位置 所以如果用价计我会建议大家买 但买了之后 我就不太建议大家博它再上1300 反而我觉得大家就要注意 即是国金只在技术上是有买入的机会 而不是大升机会 其实不算星期五 给不到这个讯号给我们 所以大家要留意 所以今天的策略大家要多些注意 记得去SkyFightlink的Facebook专页 及我们的YouTube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了